观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看 娱乐漫谈 我是周乐 介绍我们今天第一位嘉宾 他是ciixchinesefn.com 中文投资网的CEO Warren Wang Warren非常欢迎你 你好周乐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恭喜你哦 这散户第一金 已经开始推出了 是 那这个过程呢 想要提供给喜欢股票的朋友们 是什么样的讯息 我们就是一个采用巴菲特的 价值投资的原理呢 去研究一些 还有没有被华尔街发现的这些股票 那么这个过程会非常的复杂 以及非常耗时 但是呢 我们为股民带来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们整个的过程是非常 就是说有证据会拍视频 然后我们的方法也会给这个我们的用户做一个体验 那么今天呢我也带给了大家一个礼物 就是上期呢 有很多朋友要微信要这本书 这是我们150支非常具有潜力爆发的华尔街股票的名单 这本书今天就留在这儿吧 好的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加一下微信 汪人王2018想要的朋友可以加我微信 那么我们这个选股的方法呢 是聘用了六个分析员 然后呢 从这个接近2000支股票 marketcap 市场价值在5000万以下的一些nanocap 去发掘 因为我觉得这才是散户 我们散户第一金的意思就是说 散户如何摘取他们的第一桶金在股票市场上 因为我觉得有很多股票 你们会喊单吗 不喊单 我们就是一个block 然后我们会投票 我们投票以后决定投这个股票 我们自己会投 我们会自己成立的基金去投 我们的客户也会投 那么一年我们只选五到十支股票 我觉得不要选很多股票 我们中国人最大的问题 就像不像美国人 就是中国人买股票 我大概只有10%的朋友会说 我买了这支股票 我就放在那里不看了 很多朋友都喜欢炒 当然也有一些投资基金的朋友 那么真正赚大钱的 其实是买了股票以后持有很久 特别是一些1960几年就开始投资的 一些老股民70的 这个在美国不多了 这种华人比较少 但是我听说有的华人 就是在当时就开始投资AT&T 这种比较大的一个蓝筹股 最后都发了很多 我有一只股票太久 就怕他这个公司不见了 这个就是一个投资组合当中 我不排除说有这种可能 就是有的时候你不打理啊 但是overall就会走的非常非常非常好 我举个例子 2009年我推出了乌人王五大牛股 其中一只股票从103块跌成只有13块钱 但是其他四只股票表现 如果当时大家按照我的这个投资组合 用10万块钱投资 每一个股票投资2万5 那么我们知道硅谷的朋友和旧金山的朋友有10万块的很多 很多10万块他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10万块你说买一栋房他也不够 放在银行利息又太低 对 那么当时我可以神奇的告诉大家 当时我们买进亚马逊的价格是39块钱 今天是2000块钱 当时投资Apple的价格是9块钱 现在已经到了220块钱 那么如果说单单亚马逊这一只股票 25000块的投资 现在已经接近200万 所以overall还有一个谷歌 还有一只股票已经被收购了 所以overall组织股票 你可以说有一只股票100多块变成13块 打了百分之打了十折 但是呢如果我们这五只股票都不管的话 因为我们如果管它的话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会到顶 我也不知道Amazon什么时候万兆亿万亿 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 因为从它的这个规模性 已经统治了很多美国的人的日常生活 所以我觉得这种可能就像您讲的 有的股票不见了 有的股票打折打得很厉害 但是overall的一个portfolio 如果照我2009年这个五大牛股 会有很好的回报 我像2019年我也会推出五大牛股 特别是在大麻行业方面 大麻行业方面 大麻五大牛股 因为我好久我是推出09年和 推出两自从08年金融风暴 最近我们都在讲这个08年十周年嘛 是是 当时发生了以后 我们推出了两年的一个 沃人王五大牛股 0910 那么overall我相信这个就是长期投资的力量 所以长期投资这个东西非常非常奇妙 而且我相信我们湾区拿个十万块的朋友太多了 因为但是这个十万块你说叫他投资房地产他也不够 但是你说房房放这个银行也不够 但是如果买房买股票 很多人就是不大愿意操心这些股票 就是不大想费心 那么你投资这些 没时间费心或者是对自己不够信心 对然后呢大家也不是exciting 就是说我跟他们讲这个股票 大家就觉得很久了很久了 这个还出国了 就要找寻下一个大黑马 那我觉得其实很多的股票 未来的发展 还是非常具有潜力 比如说沃人王2019年五大 这个大马股的话 我觉得未来的大马 你看最近的大马涨那么多的原因 像Bootweiser 法国的波尔多的红酒 包括我们的Tesla 这些酒类的行业公司 都想去收购这个大马行业 原因你知道吗 就像Tesla一样 Tesla CEO最近在他的视频里面 一边喝着威士忌 一边抽着 我们叫做 中国人叫做烟酒不分家 所以这个酒类行业就看中了 说你喝我的酒的时候 你一定配大马 大马也是我的 这个酒也是我的 所以这个的话 这个行业以后 而且整个的趋势是 大马全球合法化 日本也合法了 所以这样的话 就是大马合法化 在20年当中会成为一个巨大的行业 他们的 他们未来可能取代香烟 成为比香烟更大的一个纳税大户 所以这个行业 我想周小姐 有没有在华人你认识的 这些投资专家里面 我不知道严博士有没有研究过大马 没有 你是 唯一的 one and only 那我们把这个2019年 沃润王的五只股票 留到3月9号 我们的financial foreign 在跟广大的投资朋友来宣布 怎么样 好的 大家不要忘记问我拿这个150个嫩膜股 好 要得到这一本书的朋友们呢 可以加warren王2018这个微信号 就可以得到这一本书了 这本呢 今天就归我所有 这也算是我的特权吧 好的 太好了 太好了 OK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 就要在沙中掏金 并且要反其道而情之 向传统的找寻价值股市说 5块钱以下的不看 而warren王的是适合现在的投资 和未来的投资方法 就是说小型股 只要它以后有爆发力的 都值得投资 都值得注意 我觉得5块钱不看也是对的 因为投资人真的没那么多时间 像我们真的就是专业研究股票的话 我们会去跟CEO谈 但是一般散户真的没时间 去看5块钱以下 这个很耗时间 能非经理这样子 那这个工作就交给你们了 是交给我们 放心 大家放心 订阅散户第一金 好的 感谢你warren 谢谢 谢谢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第一段精彩的访谈 到此暂时结束 进一段广告之后 还有两段精彩的访谈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就回来 谢谢